大家好,我是小炊 20话,血统作战 16号车,八朝祥的Lotus现在通过检查点 13号车前缘,18号车北缘,紧随其后 到现在为止,已有14台车通过了Last House 并逐渐远去,最末尾的86号车终于来了 所有的车子都突入到了区段2 这里是旭风,油温挪压没有异常 燃料消耗节奏良好,有什么问题吗 旭风先生,请告诉我和前车的差距,都快看不到了 距离前车,比18号的Alfa Romeo慢了6.8秒 了解,我要去捉住他 旭风想捉住,6.8秒的差距可以说是十分巨大 这里是想,你在做什么,快点超过那台粉片,跟上我 意外的不好对付这家伙 明明是台FF弯道时就快得很 帮帮我,大哥 没办法,看着司机使用那个吧 准备对行三 就拜托您了,大哥 了解 街上发足够汇车了 FK8在下坡时的稳定性可是很高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 Lotus X-Lage 看我超过你 天真,外面的空隙太大了,我上了 就是现在,奇迹来,哇 开什么玩笑,这家伙 把VICE的路线让出来,其实是用来诱骗我的阳光吗 小心前人,后方有人追来 已经晚了,Alfa的话早就超过去了 不是的 认真工作通讯屋 86号车追上来的话就赶快报告啊 我刚刚说了 等到快要拼牌时再说已经迟了 即使如此 86号车不应该在后方很远的位置吗 自己录下坡后一眨眼的功夫就追了上来 他到底用了什么样的魔法 现在来了 当时任何车紧随其后,大哥 可恶 和那家伙在技术区段正面对抗 我们毫无胜算 全力奔跑吧 到了湖畔后,道路坡度会变得平缓 了解,事情变得有趣了,大哥 这可一点都不有趣 金子前辈,可以提个问题吗 请管问吧 因为对炼将来说这是第一次参与比赛活动 那个记录排名的板子是怎么回事 那种手动操作的类型为什么要使用这种东西 明明MFG的其他设备都很高科技 你关注的方面很特别吗 看看就明白了 排名出现了变动 拜托了 好,13号的板子放到15号的位置去 86号和18号向上移动一位 讨厌啦,不要往屁股上拍,摄影先生 我对那里没有自信啦 懂了吗? Android频道很有人气,收视力相当高 瑟瑟的摄影师可不会客气 不管是屁股还是胸部都会去拍 炼将也做好觉悟吧 粉丝服务也是Android的重要工作 完全不知道啊 我以为从迷你演唱会结束到颁奖仪式的开始前 都是空闲时间 天真炼将 论达文章现在才要开始呢 接下来有请工作后的盟会将接受提问环节 你最欣赏的选手是哪一位? 哇,这真是个困难的问题 选手他们大家都很出色 说谁先发出难以接近的气息 盟会将完全感受不到那种感觉 所以盟会将最欣赏的选手是15人 全部 大家都平安无事地抵达终点才好 Happy,尽大欢喜 实在是完美的回答 不愧是总选举排名第一的盟会将 这位专轨孩子 假如有评选性格恶劣程度的比赛 你可以轻松夺贯呢 很辛苦啊,Android 我还以为只是唱唱歌跳跳舞就结束了 高达浮畔 再跑一会儿 赛道将再次变为上坡 如果不能在那里拉开和86号车的差距 那么进入驱断3 那家伙就会一口气冲上来 仙头集团通过了大鸟鞠 直角右弯近站眼前 贝肯鲍鲍尔追上来了 紧紧地咬住石神的车尾 真是迟入 我的Corea GT3居然被平凡无奇的K-Man 逼到这种地步 心情变得十分焦躁 是因为我过度在意它是保时捷学院出生的事情吗 就像是被人从高速不是一样 悲愤地感受不知为何就涌上心头 你是否有驾驶这台车的质格 石神 历代后自言轻的保时捷中 就要要GT3可是最呛的 这台车真正的泡发你能够理解吗 我见识过世界第一的猴子言轻 保时捷大师 拉斯科恩老师 在牛泊克林北欢的身制 那种泡发恐怕会使我终身难忘 简直就是身制领域 亚洲之遇 平降尽限的猴子们 有没有资格坐进日尔曼民族 所制造的最高杰座的驾驶系统 就让我解释一下吧 很痛苦吧 四三军顶着贝肯鲍尔斯家的巨大压力 完全看不出半点轻松的样子 如果不能利用这段上坡甩开后者 那到了区段三将会变得异常艰苦 作为连续两年的冠军得主 必须想方设法的阻止 新兴势力的崛起 画面切换到第三名的争夺 这边才应该是目前最吸引人的战斗吧 像往常一样一路蒙攻的向夜顺 左右扭动着车体 就这样跑在五号车版本后面寻找着机会 轮胎会过热的 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稍微考虑一下轮胎吧 这家伙是傻着吗 混蛋 我这边可是要陪着你啊 受不了了 散开 恶势力 黑暗领主 七号降的稳 可是我的 怎么练脚很冷吗 没 并不是冷 但是突然感到一股恶痕 二号车 赤宇出手 赤宇军可不是应该排在这种位置的选手 他作为赛车手的能力 可以说是超一流的 位置上升一位 三号车 兰波基尼进入捕捉色城内 去年排名第二的法拉利 到了中场 不会再沉寂下去了 我可不是为了法拉利这个品牌 只是作为优秀的拆赛道具 这就是选择这台车的理由 仅此而已 想要成为车主的话 也很简单 但却没有那样做 是因为觉得 租车的方式更加合理 但是为什么 只有看到这个蛮牛的标志时 会让我心怀意乱 就像有什么人 在耳旁切切似语 快超过它 唯独不能沐浴在那台车的尾层中 终于出现了 似于海人 我想也差不多是时候追上来了 居然使用涡轮那种东西 越马的标志也堕落了 位于侧背的5.2升自然吸气 威死引擎 正在嘲笑你呢 说谁才是超跑之王 如今就只有Lambro Grand Prix底蕴什么的 都吃死去吧 仙头集团通过了1号线的最高点 两台保时捷从区段2进入了区段3 现在整理一下目前的排名状况 仙头1号车 2位12号车 3位5号车 4位9号车 5位7号车 6位6号车 7位8号车 8位3号车 9位2号车 10位11号车 11位10号车 Yaziki的兄妹在这个位置 12位16号车 13位18号车 两者之间差距很小 令人吃惊的86号车 跑到了第14位 13号车几乎以零距离追在后面 15台车全部都进入到了区段3 86号车的这出快走距 老实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想 和这里的对手们相比 使用86号车来参赛 是多么的乱来啊 在这个时间点 没有排在末尾 已经可以说是奇迹了 最到理想的位置了 这个位置简直是特等型 到普毛直线前 比那个贝肯鲍尔还要快 真是个不好笑的玩笑 凭86这种车 为什么可以做到那种事情 要是有什么特别的做法 或者攻略 我就能看见并偷学过来 明白了他的做法的话 我也有机会 玩到很快 不 不应该是这样的 不像是两局势 手手的范围应该是一样的 加速方面 踩下油门时 我这边更快 虽然都是两升 但自习和温轮的差距应该很明显 可是从刹车开始 入20就跟不上了 我这台车可是在纽伯格林北桓 做出最快时间的FF 就想逃走 再让我踩下油门的时间灯 在直线上 不行啊 被甩掉了 对他逃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不能理解 无法想象在这个被同样物理法则所束缚的地方会出现如此差距 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故 行驶中的第十位宝马慢了下来 左后轮附近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挡泥板周围的变形影响到了轮胎的转动 这样已经不行了 忠心向11号车发出指示 能听到声音吗 请就这样沿着道路左车慢慢前进 到前方200米处的逃生区停车 并在车外待机 11号车出局了 真幸运 不劳而获 能拿到的奖金变多了 可恶又追上来了 大哥刚刚一顺后随间出现了那台红色车子 辛辛苦苦拉开的距离 也派不上用场 怎么派要使用主挡堆行吗 不行不能挡车 那样做的话 这边的节奏也会慢下来 和前方集团的差距再拉大就麻烦了 如果找不到空隙 就算是那家伙 在这么狭窄的赛道上 也没办法超车 不要偏离最佳路线就好了 偶尔 如果我所要 我要和下向运军照亮一下 想硬碰硬的话 你没有任何胜算 因为小小的失误 就引发了退赛这种最严重的后果 这就是公路比赛的最困难之处吧 今天仍旧呈现出生存之战的状况吗 小田园 排名版就拜托了 好 一般来说从眼睛上站起来时 女生都会本能无意识地整理屁股上的衣物 可那家伙是相反 还特地的感觉良好的露出来 在安德鲁间把她称为屁屁之美 明明是女生看来最羞耻的地方 她是个耍小聪明来抓住粉丝心的女人 接下来请工作结束后的真美将接受提问环节 你最欣赏的选手是哪一位 嗯 真美最欣赏的选手是 新人片同下像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没 什么都没有 不要在意 比赛前入场仪式的时候 有一小伙儿在进出 目不转睛地观察过她 比起下车选手 让人感觉更像是学上杂志的模特 片同君 虽然比真美年纪小 但我绝对会支持她的 那个人好讨厌 然后我们下车选手